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上回講到梁山博原來的頭領,朝蓋,由於攻打爭頭使,被人一箭射中了頭,回到梁山沒多久,就一命烏夫了。 那麼宋綱由於之前立功無數,所以順理成章,就坐上了梁山博新頭領的這個位置了。 正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宋綱剛剛坐上頭領這個位置,怎麼也有些下馬威,給下屬看看才行。 他派完座次給大家,第一件事就跟梁山博的兄弟說,各位兄弟,我宋綱能夠有今時今日,除了得到之前的大哥朝蓋照顧之外,還有眾兄弟的支持,而朝大哥在爭頭使,被人一箭射中的頭,死得好慘,我宋綱做得梁山博的新大哥,就怎麼都要擺平這件事。 所以,我決定立刻去攻打爭頭使。 啊,宋主席,宋主席,不要急著嘛。 正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以我們目前的精神狀態和精神風貌,下去很難打得勝這場仗。 啊,君子報仇,說得有道理,那如何是好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建立一支有素質有文化作風過硬的隊伍。 首先,就是要這個小學文化普及班,即是素盲班。 我希望,我們在山上的每一個山賊都要有文化,有素質,有教養。 吳君子有道理? 我現在設定了一個三個月的課程。 上午,我們就先學語、素、英、自然科學以及歷史。 哇,一個上午學這麼多? 是啊,然後下午,我們就繼續操練,繼續操兵。 哦,即是上午就學文化? 是啊。 下午就練武功? 是啊,練軍事,練武功。 那晚克可不可以繼續喝酒開心一下? 你就想,晚克還要做第二天要教的功課啊? 哪有時間啊? 那吳君子,我們梁山寶兄弟,人生還有什麼樂趣啊? 人生的樂趣不是眼前的。 為了以後更大的樂趣,現在就要克虎學習,克虎鍛練三個月。 嘿,唯有是這樣的。 於是,宋剛就接受了吳用這個建議,在梁山寶上面,搞了一個短期的業務提升班。 一於上午就學文化,下午就練武功,晚刻還要做功課。 梁山寶這麼多的頭領兄弟,加加一萬多千人,就實行日以繼夜夜以繼夜地讀書練武,修心陽性。 光陰此戰,日月如疏,有一天,梁山上來了一個和尚。 這個和尚發號叫做大元,是北京大明府,在成龍華寺的曾日。 剛好就路經梁山寶,就被山下的兄弟請了上來,吃吃齋,聊聊天。 那麼宋剛和吳用,身為公司的領導人,當然要接待這位和尚。 他們一齊坐下吃飯聊天,說下說下,這個大元和尚聽到宋剛和吳用說要去攻打爭頭屎, 正是缺人用之時,大元和尚就說了,阿彌陀佛,你們沒有聽聞過河北玉麒麟嗎? 蛤?玉麒麟?什麼東西來的? 玉麒麟,就不是一隻麒麟,也不是玉,玉麒麟是一個人。 哦! 阿彌陀佛 那這個人有什麼用? 這個人很好用,阿彌陀佛 有什麼好用? 你覺得他好用的時候就好用,你覺得他不好用的時候就不好用。 李仁,幫我掌這個和尚一百大版! 阿彌陀佛 師主,請聽我慢慢道來 入正題了,好嗎? 我們的時間很寶貴的,逢星期二、星期四才可以出街,一次出街又只有十幾二十分鐘,麻煩你不要扔大家波鐘,好嗎? 阿彌陀佛 做人切忌,心急,心浮氣躁 李仁,跟我打 阿彌陀佛 我說 阿彌陀佛 我說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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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你讓我說才行? 快點說 這個人 他叫做盧俊義 是北京城的一個大圓外 綽號玉琦倫 叫做河北三絕之一 他是京城人士一身好武藝 君棒天下無雙 若然宋總和吳總可以請到這個盧俊義來你們公司上班的話 你們公司必定會如虎添翼 打爭頭使自然就不在話下 阿彌陀佛 嗯,好 那我也去匯匯這個人 阿吳君師 我記得聽過他的名字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大 整天打仗 忘記了這個人 但是他又有錢 又有面子 功夫又好 又身家清白 你憑什麼可以叫他上梁山做山賊 宋主席 你看看我的舌頭 阿吳君師 很厚利胎 最近濕熱 山上沒有湯水喝 那濕熱我叫人煲去濕茶喝 儘管濕熱,但也掩蓋不到我的舌頭的光芒、智慧的光圈 我只是聞到很臭,你再看一看 我不敢用舌頭的舌頭 我就要憑著這舌頭的舌頭,但也掩蓋不到我的舌頭的智慧光環的舌頭,去説服他上山 這麼厲害? 但我一個人去不夠,我要找一個助手 我要的助手就是粗粗魯魯,但沒什麼老的,那些人才行 那行,李葵絕對沒問題 李葵是嗎? 是 李葵… 李葵過來 這個時候,一早就附在外邊偷聽的李葵 第一時間就啪,拔開門,衝進來了 嘩哈哈 怎樣? 吳總,以後要帶我下山見識一下,好嗎? 是啊,葵 但是你要答應我三樣東西 李葵,吳總叫你答應他三樣東西 你就乖乖地聽話答應了 好… 不是以後不帶你出街 不要…不要說三樣東西 只要有得下山玩,三十樣我都答應你 哈哈… 那吳君斯,你說吧 第一樣,下山之後,你不准喝酒 哦?不喝酒而已吧? no problem,no problem 第二樣,你下山之後,你就要扮道童 穿衣要規規矩矩矩矩矩,思思文文 行不行啊? 嘿,吳君斯,這個好玩啊 當然好玩啊,以後就不能再露你的空霧出來 那…那…那…那都沒什麼問題啊 穿衣衣加矩,有什麼所謂啊?哈哈哈哈… 你答應得這麼爽,第三樣東西 落到山之後,一粒聲都不給出 要白啞啞老 蛤?吳君斯? 阿宋大哥你,你幫一下嘴吧 你叫我不要出聲,真…真殺了我好狂啊 啊…李葵啊,我聽見就很興奮和很開心 你知道你的嘴巴了,平時又不收,嘴巴又臭 說兩句就說要打又說要殺 今次不給你出聲,還不收你啊? 咿…咿…咿… 鬼啊鬼,我知道這樣是有點難為你 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落山做大茶飯的 這件事一定要做到啊 是啊,李葵,你不聽話就沒得讓你落山 那… 阿…阿…宋大哥 嗯? 有沒有一蚊銀仔在身上啊? 有,你拿去 我拿了一蚊銀,放在舌頭上 一說話就掉出來,含著一粒銀,我就… 我就不出聲 只要有得落山,咿… 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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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李葵啊? 一蚊銀我覺得不夠 那…怎樣? 我給一卷一百元,你就含著 一卷一百元? 一蚊銀掉了你也覺得不可惜 你含著一卷一百元,掉了你就覺得可惜 你就不會張開口說話 一百元只是紙幣來的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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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的 阿…阿…阿…又是 那才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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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給一卷一百元,塞住我的口 我給你二十個 多謝宋大哥 你今次完成任務回來要還二十個給我 少一個都不行 有口水你也要嗎? 浸到法王生壽 你放出去廣場曬乾淨,拿回來給我 宋大哥,你這麼孤寒 什麼? 沒事沒事,好啊,怎麼說怎麼好 吳君先生,我聽你的話 好,我們準備一下就要出發了 於是吳蓉和李葵商量好之後 就和宋江拜別,然後兩個人就以道童和算命佬的打扮下山了 一路上,李葵就真是聽聽話話,不出聲,不聊是鬥非,不喝酒 而吳蓉就在路上一路盤算著怎樣可以哄到盧俊義上山 走了幾日路程,很快就來到北京城了 他們兩個剛剛入城,吳蓉就在最繁華的地段大聲地喊 算命,算命,一兩銀一次,一兩銀一次,先給錢,後算命,先給錢 如此這般,吳蓉叫了一個多兩個時辰,都沒什麼人騷擾他 在那個年代,一兩銀一次,實在太貴了 所以李葵忍不住小聲地跟吳蓉說 麻煩你,為何周圍這麼多人在這裡笑我們,什麼事呢 唉呀,你看看你的樣子,衣服也有醜樣,嘴子擔著二十隻銀仔,像沙皮狗一樣 行路由縮頭縮計,當然是笑,不要管,你就站住定定,幫我綁住家旗 我繼續喊下,算命,算命,一兩銀一條銀,一兩銀一條銀,先給,後算 先給,後算 如此這般,吳蓉又一路繼續喊,喊下喊下,就喊到到盧俊義家門口 剛好這個時候,盧俊義在家裡,就聽到街上有人喊算命,還說一兩一條銀 那他就心想,一般算命佬怎麼會收到這麼貴呢 這個人夠膽喊到一兩一條銀,自然有本事 不如請他進來,試一試是不是真的有本事 所以盧俊義就吩咐下人,出去請這個算命佬進來 吳用和李葵就大搖大擺走進盧俊義家裡,來到招呼他的大廳 盧俊義就跟他們打招呼 Welcome,Welcome,Nice to meet you Hi Nice to meet you too Oh yeah,Fine,Thank you,And you? I am fine,S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ey,先生,請問你組織在哪裏呢? 哦,你會說中文嗎? 早說嘛,我組織是山東人士 哦,那未請教先生的高姓大名 My name is 張張張勇 哦,張張勇 張勇 張勇 是 啊,外號呢? 外號,這個譚天厚 譚天厚,好厲害 那先生,喊得這個一兩人一條命 自然就真是有料到的了 嗯,很多人都懷疑我的 我其實一直都堅持我的原則 就是一兩一條命 因為我真的看得很準,看得很透 真的? 絕對是 我盧俊義呢,平時就不多信那些算命佬的 因為那些,即是收了幾文錢就算一條命 說出來都沒人相信 那也是啊 我家裏又不是沒有錢 那也是啊 我條命這麼值錢 有什麼理由幾文錢幫我算的 算完就是減了 那你現在是不是要算命呢? 是 給錢先 一兩銀而已,引力 拿一兩銀上來 拿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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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啊 給你啊 那你還爭著不給我啊 給我啊 給我啊 你接天時熱 有手汗啊 那些白銀都絕著啊 拿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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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才行啊 哎呀 拿去 唉 你好像好不心急命底啊 不要這麼說 我盧元外 玉琦麟 有名你叫 一聽個名 就知道身家豐厚 那你要算哪方面的東西啊 有感情、有事業、有身體 欸 我啊 結婚幾年了 感情呢 就沒什麼問題的 啊 欸 這樣啦 你就幫我算一下 看看我 什麼時候可以中到福利賽票 這些東西我們不方便算 蛤 因為呢我怕說了給你聽之後呢 你人從此就不再奮鬥 嗯 這樣啊 是啊 那你幫我算一下 我多少歲死啊 什麼時候死這家事呢 我都不方便說 說了呢 免得你過早去安排身後事 真是不太好 喂 算命佬 怎樣啊 銀兩你就收了 這個又不算 那個又不算 那你算什麼啊 啊 不如我算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空笑啊 我 我好地地好人好姐 你看我紅光滿面是吧 印堂又沒有法客 我的相又生得那麼有福氣 怎麼會有什麼空笑呢 就是這樣才要計出來 那你才可以做好防範啊 你只要穩固到現在的東西就是最好的 你明白嗎 好 那你給我算 說你的生日給我 我的生日呢 就是 在下今年行年三十二 甲子年月醜月 丙柔日 丁某時 哦 好 我幫你計計啊 嘩 先生 你小心點 我 喂 喂 你不要靠客 我盧原海盧俊二有什麼好害怕 啊 我小心什麼 你有血光之災啊 還會傾家蕩產 搞不好還要加離子散 伸手異地 豈有此理 個個算命佬都是說這幾句話嚇人的 你有沒有些新鮮些的 行了 你不聽算 給你一兩銀 我不做你生意 你都不相信我 我免得幫你算 你看我不起 走 這位先生 你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我也是隨便說一下 既然你說有血光之災 你要講得詳細清楚一點 我便會虛心受教 我跟你說 原本你的命就生得挺好的 嗯 你今年是不是32 我剛剛說你知道 唉 就是因為你32 今年你犯太歲 哦 看你全身都沒有一件紅色的東西掛著 你知不知你今年犯太歲犯得很厲害 哦 你餓什麼 你 你 我不跟你說 給你一兩銀 不要不要不要 人家拿多一兩銀 你自願的 我告訴你 你今年真的很嚴重 真的可能會伸手而地 你的家財沒有了都算了 最慘就是 你連自己的家都保不住 老婆又要跟你離婚 兼且搞不好伸手而地 你頂不頂得信這麼大的災難 哎呀先生 那 有什麼化解的方法 化解的方法呢 我寫一首詩給你 你自己參透內容 哦哦 如果你參透到的話 那你這一劫就可以過了 哦哦 那你快點寫吧 人家拿紙拿筆來 文房四寶 說得愚雅一點行不行 人家 文房四寶時候 文房四寶都不用 有沒有噴漆 哇 突然間要這麼先進的東西 拿來拿來 幸好我最近在玩圖鴉 人家 拿一支噴槍過來 哦 我在你牆上噴 你慢慢參透 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寫大隻一點 哦哦 劉花叢女一扁舟 進結鵝叢此地有 哦 以事若能知此理 哦哦哦 反攻圖難可無憂 呃 又一又一扁舟 又此地有又知此理 又可無憂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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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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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千里之外 蛤? 去那裡避難 哦 那就可以化解了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 會有大事發生嗎? 唉 這件事 你想你了 事我就說到這裏 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吳用就扮一個算命佬 跟盧俊義說了一大堆的事 究竟盧俊義想不想當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